还请言论自由 我是孙河生 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 我是安琪 自由高教 我是颜言 欢迎大家收听天马行空 今天是来到11月的第一天了 哇 好快啊 时间 好像总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总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或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或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这样的 今天就一个月的第一天 或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真是觉得 时间是流逝的非常快 怎么抓也抓不住 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 那如果呢 遇到真爱的时候 就要赶快的去把握时间 去把幸福呢 争取回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之前在台湾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个男子非常有创意 他把自己呢 用那个胶纸 就贴在台北市的一个路上 把自己装作在艺术墙上 然后在这个胶纸的旁边写着 Baby I love you 以及Love is everything 他装在什么样子墙上 是不是很高 而且还是接到旁边的一个 就是旁边的路边的一个艺术墙 然后把自己用胶纸 粘在上面 那么就是 他把自己粘在上面之后呢 就无法自拔了 就是警察 就是他的朋友啊 警察一到的时候 朋友全部走散了 就只剩下他自己在这个墙上 没办法 所以那就比喻成无法自拔 他有多么爱这个女生啊 确实是无法自拔了 连自己想动弹一点都动弹不得了 对 过后还要警方帮他 把那些胶布 就是摘下来 他才能够离开 有的网民就形容 他确实是爱的不能自拔 但也有的网民也称赞 他说太爱的太有才了 但另外一些网民也说 无言以对来形容 他认为他是浪费社会资源 尤其是最后他还得劳烦警员 让他带回警局 所以可是 可是我在想啊 这个女生 就是他喜欢的女生 看到了这个男生这样子做之后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的 应该是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感觉 因此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如果我不喜欢这个男的 我就觉得要晕倒了 怎么会这样 而如果是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一定甜蜜到也会晕倒 这是不一样的程度 应该是懊恼的晕倒 跟幸福的晕倒 甜的晕倒了 也许我应该是比较 因为也许是我比较理智的那种类型 我认为这也是浪费社会资源 无论他这样做 我感觉他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可是如果情人眼里看出来 就是不一样 觉得非常甜蜜 那说到甜我们就一直会最近离不开嘴巴的课题 就是糖 因为马来西亚的糖 今天就取消了 那在我们再看看在英国 这边呢他们对糖也是有一些意见 那之前的台湾 就是英国的果酱是非常有名的 就英式果酱 那英式果酱里面 我现在才知道说这个果酱里面含糖量是高达60% 所以你吃一口60%呢 里面其实都是糖 那这个糖这么高的比例呢 在英国食品主管机关就决定要把这个糖的比率降低到50% 这个比例呢就会跟其他的欧洲 欧陆国家就是相同 但是呢食品业者已经国会议员都反对说 这样子会破坏果酱的口感 毁了英国殖民的全球早餐 English breakfast是他们非常有名的 那这个果酱也是大家都很爱吃的 所以到把这个甜度降低的时候呢 就被英国的议员还有食品业者起来要捍卫果酱的甜度了 这样就是刚才也说英国这样的 最近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内呢也有一些 说要咱们少吃点糖嘛 少吃点糖就保持了身体的健康 但是也许是不同的国家对甜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下 天文学方面的事情 其实在宇宙的浩瀚空间呢 有很多的星球存在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天文的爱好者 就喜欢研究这方面的事情 喜欢看太空宇宙外的宇宙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但其实最近科学家们也在寻找与地球类似的一些星球 以便于以后呢 也许如果有一天地球要毁灭 慢慢慢慢的要制作一些宇宙飞船宇宙飞机这样的 把人类送到另外的一个星球上去生活 那么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呢 就是和地球很相似 无论是它的质量和体积上 都和地球的体积和质量都是 相比较之下都是差不多的 另外呢 它主要在这颗星球上呢 它的成分呢 也和地球是类似的 主要是有铁和岩石 那么有两点是不同的 这两点不同呢 就致使人类无法在 人类无法迁居在这个星球上了 这两点就 一是它的温度过高了 就比地球要高出2000摄氏度 那肯定是不适合人类生活的 另外一个 它是就是它的公转周期相对较短 它的一年 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一年 如果是在那个星球上呢 它一年只有8.5小时的 时间就是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听起来是它转动的速度比较快 是吧 所以我觉得好像感觉天文学家 不断的在往外探寻 是否呢 就是希望说有一天 如果地球真的要接近灭亡的时候 我们有第二个替代 可居住的行星呢 像之前也是在 我记得有出了一些新闻 也是说关于到 迁居到火 如果没有记错是火星吧 就是到底有谁是想要迁居到那边 而且这个迁居呢 是一去不复返 可是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就愿意去尝试就报名了 所以 不要不要命了这些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好像人类都都不太安居 只是在地球 也觉得说在对于地球 有一些危机感 所以都不断的在往外探寻 嗯 其实你看 早早晚有一天地球 你像资源越用越少 石油 无论是石油 哪个国家 它都用不 不能说用一辈子的 也许能用一辈子 按人类来算 也能用五十年 或六十年 或七十年 但是不能用更长的时间 它就会枯竭了 还有气候问题 现在的气候问题 无论是怎样 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不适合人类的一种生态的 正常的顺其自然的一个生态环境 因为它有时候 你像一时马来西亚 它还感觉不到一些 春夏秋冬的一种感觉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 不是赤道边的 其他的一些国家 它有春夏秋冬的话 它会明显感觉到 冬天不是那么太冷了 感觉是很温暖的 像春天一样 那么夏天呢 它确实很热 热的让人发狂 达到四五十度以上 所以现在的气候 也是逐渐的在变化 还有就是 各方面 无论是在 无论是在资源上 还是在气候上 还是人类慢慢在地球上 无论你的生产 你的发展会付出代价的 代价就是破坏地球的 一些生态环境 所以各个方面 迟早有一天 地球就会面临一个 无法挽回的 灭顶之灾的一个境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感觉 生活的还是很安逸的 但是我们的后代 下代 再下代 他们的生活环境 又是怎样的 是可想而知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要找出 另外一个星球 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还是要好好地珍惜 当下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像刚刚 您说也是 未来我们也不知道 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预计 一个应该会是越 一部分会越走越糟 尤其整个地球 像现在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 不断地损耗资源 不知道以后会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要好好地 把握跟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了 说到珍惜 就是我觉得说 很多国家之间 也是有不一样的斗争 有的时候是权力斗争 所以到底谁 在全球是最有权的呢 那这个福布斯 就是美国非常有权威的财经杂志 就公布了2013年度 最全球最有权力的人物排行榜 那这个排行榜是按照着权力 权力凌驾普罗大众 掌握财富与资源 在多个领域掌权 以及积极运用权力的四项条件 做了评分 那猜猜谁是第一名呢 在权力方面吗 还是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整个排行榜里面 谁是全球最有权力的人 那应该是掌控 政治的人物 应该是最有权力的 这是确实 那你觉得在全球 谁是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呢 奥巴马 对常常 我们每次第一想 就会想到是奥巴马 因为是奥巴马 是因为美国嘛 而且他本身呢 也曾经是在排行榜里面 排过第一名的 但是今年2013年就不一样了 他已经被另外一个总统呢 抢过这个位置了 那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关键点 是因为在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 那其中呢 就是第一 斯诺登当初就他公布了一些 窃听案的事件 不是他一些告密文件 就是他便捷了 然后呢就逃到国外去 结果就是俄罗斯他不离美国反对 就收留了这个斯诺登 而且最最关键的 我觉得是在美国当时 因为叙利亚的核武 是化武事件 那时候美国就带就起了一个非常激进 就是不要积极的态度说要攻打叙利亚 那在这个千军一发 是千军一发的时刻 就普京呢 在这就是俄罗斯这方面呢 就跟叙利亚中边有一个 就是这个商讨了 最后呢叙利亚是愿意交出化武出来 并且让这个战事呢 就就没有发生了 这上面两项提到 都是普京的一种成功的斡旋 其实你想你看一下普京这两项 一个是保护斯洛登 另外一个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斡旋 成功斡旋 化解叙利亚危机 这两项直接痛楚到奥巴马的心处 因为这两项也是奥巴马的失败之处 一是因为现在 为什么奥巴马现在居于第二 就是也是因为这两项 一是就是现在美国的窃听事件 十分频繁 无论是在 他他已经造成了 就是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 就是因为斯诺登他被保护 然后他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公布出来 其实也许奥巴马挺恨挺恨普京的 另外一方面他你看叙利亚问题 他也是在犹豫不决当中 你是攻还是你是攻打叙利亚呢 还是不攻打叙利亚 在那个时间段 大家都已经看到奥巴马是 就是前后就是一开始就要攻 又又过两天又说不攻 所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忧郁不决的一个态度 让大家感觉到一个大国的领袖 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很不适宜的 另外一个他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一改奥巴马的一改问题 奥巴马care 他也是受到了国内的共和党和查党的挟持 导致了政府停摆了16天 这样三项不利的事件导致奥巴马这一次的福布斯排行榜当中 他是屈居于第二位的 是因为之前在 其实是这一次是普京第一次登上第一名 然后是在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说俄罗斯 俄罗斯在这个部分就展现了一个 他们的权力的扩张 或者是大家会把关注点的焦点放在普京的身上 那另外一个排在第三的是 第三应该是中国的习近平 习近平对 所以这一次也是应该是他第一次上榜 因为他刚刚接任以来 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原来是排在第九位的 去年第九位他上升了六位 今年是排在第三位 也是相比较之下 最后习近平从新一届的党选上来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吧 第一是就是国外的外交政策 他有所改变 他的外交政策 现在他不像是胡锦涛时代 他是就内敛型的 是含蓄型的这种被动的外交政策 而现在习近平是主动的外交政策 而且是扩张式的外交政策 显示了无论是在最近的访问形成 还是他对于外国的一些态度和观点上 他都他都是一种向外扩张 向对向外展示 其实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 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他他也需要去展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有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姿态 所以说他对他对外交政策他也有所改变 他对国内的他也有所改变 国内的一些就是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 他要彻查中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人物 很态度是很坚决的 要要彻查 而且现在就是中国的很多行政大楼啊 就是政府机关的行政大楼盖的都和皇宫一样 也无论是就是省级市级还是县级的政府大楼 你一看建筑 你到这个地区一看建筑最好的是哪 那就是政府大楼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也提出了有关的指示 就是说以后如果谁再接着盖这样的政府大楼的话 马上就是罢免 马上就会把这个官员可以罢免掉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对于国内还有一些就是豪华的印象 就是党政机关的一些豪华的宴请这些方面的一些作风问题吧 就应该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吻来说 就是作风问题是有这些官员是有问题的 他都在这些方面在国内于一步一步的于改善的过程当中 也赢得部分也赢得了民众的一些支持 所以各方面的一些综合的水平来看 现在就是福布斯以这些条件来评定 他应该习近平今年是第三位 是全球的就是政治人物中排名第三位 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人士之一 确实这样子的一个出来的成绩是我们也觉得相当幸福于这个成绩 因为像你刚刚出的刚刚习近平做的一些作风 此外呢他也管 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 将近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他能够再凌驾于这么多人 并且呢他做的每一个举动呢都是价就是举足轻重轻重的 那目前中国整个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崛起 他手上呢是持有大约是一兆三千亿美元的美债 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而且整个国家里面有一百多名的亿万富豪 所以整个在经济方面呢是让大家觉得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得不容忽视的 那另外一个也是要看看在整个榜上 总共是有七十多个人 这个榜的人数呢 他其实依据说全球的人口就是一亿人就一百分之一八千 所以呢就是以总总共选出来是七十二个人 但是在七十二个人里面当中女性只占了九位 虽然这个已经是榜内五年 推出这个榜五年以来是最多女性了 但是只是比例看起来也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目前排到最高的应该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是排在第五的 其次呢他还有一个是韩国的首位女总统普景辉 普景辉还有一位就是美国联储局的后任主席耶伦 则是新上榜的 另外其实还有一位总统他也没有排上榜吗 因为就是泰国的总理英拉 他应该是没有排在榜上对吧 但是另外一位女士 他是就是世界卫生组组织的总干事 陈峰傅珍 我记得他是应该是个香港 出生在香港的一个香港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希望在 因为这个也算是他说五年来最多 可能说也算是一个进步 虽然说人数只有九位 但希望说在接下来的排行榜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参与政治经济方面 可以有更多的表现 这个排行榜他们说这72位吗 刚才也说他们评定的标准是权利 一个是权利 另外一个是财富和资源 掌握的财富和资源 第三个是多个领域的掌权 第四个是运用权利的 积极运用权利的能力 这四个这个排行榜 把这四个条件作为评定 哪一个人可以入选到这个排行榜的一个标准 标准 但是这72个人 但是在在72个人当中 他们是肯定是富有权利的 富有资源的 也富有资 也是掌控多个领域的 是不是整个以后的一个经济 无论是经济局势还是政治局势 文化产业各方面的局势 是不能说完全吧 是大部分掌控在这72个人的手里的 是很多时候呢 掌握权利的人是扮演非常重大的角色 因为很多时候剩下 剩下的人呢都是在靠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的决定啊 都会影响非常大 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一些有权利的人 能够好好运用他们手上的资源 带给整个社会呢更好的一个福利 那说到权利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就是肯定大家一想到就是首相 他最有权利或者是副首相 所以马华教育局主任啊 那都被想想就表示 因为我们之前就谈到财2014年的财政预算案 在国民行中学的部分就是得不到拨款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啊 魏家翔就表示说如果得不到正面的回应 他们就不排除会去寻求首相那级 以及或者是副首相慕尤丁的帮忙 嗯对国民行中学呢 呃因为一开始我记得是有一次吧 而国民行中学当时是叶娟成 他负责代表代表教育局颁发3000万令吉 就今年的拨款给国民行中学的 呃但是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没有 就对于除了3000万令吉以外 就没有继续的明年或者后年的 给国民行中学的这拨款的事宜 呃呃所以就这次事件呢 马华的教育部长啊魏家翔呢 他就表示如果说啊他他们会先上 先向先向财政就下手先得到部长的一些回应 如果部长没有回应呢 他们不妨会寻求首相的帮助 和副首相的帮助 呃解决国民行中学呃按照就呃 能够制度化通过制度化进行财政拨款 这项事事事事宜呃 同时其实也是真的也也也很心酸的几句话 就是国民行国文中学的校长理事会的主席 吴温宝他也说呃 理事会对政府的拨款多寡不贤 就是你多或少我们都不嫌弃 期望政府能拨款维修国民行中学的硬体设备的建设 毕竟国民行中学它也是改制后的政府学校 它也属半津贴学校 所以政府呢如果说你能够给原领学校都能获得拨款的话 为什么国民行学校不能获得拨款 所以在看到这件事情上啊 也有也会让人家联想到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之前魏西亚想是前教育部副部长 那那之后现在马华不入阁 就没有担当教育部部长副部长的职位 就会让人家联想到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争取拨款上面工作会更困难呢 所以在呃在这方面的话 魏西亚想就表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马华在辛苦也会坚持 所以是希望说他们这样子的透过管道先先在呃不不呃 就教育部方面的努力 还有最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最后的方案到首相的呃纳吉或者是慕尤丁那边 呃希望说可以听到一些佳音了 嗯好我们再把目光转下一下呃 另外呃一则消息就是呃 马华他的交通部长 因为呃在马华的党选的呃 就是在12月举行啊满华大会 那么满华大会呢 他们呃需要需要提成就是有一个 现在整个的政府呢 有一个职位有一个职位是专给就是华人部长 华人华人的交交给华人的这么一个职位 就是交通部部长 那当时呃有记者就问那集 现在满华大选呃大选将在12月举行 还有一个空缺就是交通部部长的人选 你属于属于谁呢呃那就说就应该是等到马华党选之后呃 在12月党选之后呃看情形再做决定把这个职位交给谁呃 在这样的一个呃整个的形式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呃 呃蔡西利呢他其实现在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呢他是可以自己上位的呃第二种选择呢他可以把伪让给别人 但是确保他的儿子能够上位呃呃我们先谈第一个他如果说他自己上位 他自己上位其实他他他他也在抉择过程当中因为呃首先在10月20日进行了一次 应该是呃气象吧看一下党内的气气象特大一样的看看对 呃风向标是怎样的呃但是让他其实让他很不拿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在投蔡西利不信任票的时候就是呃投投料中来不信票的时候 对浅责料中来这个议案当中呢有一千多名的这样的中央代表投给 廖中来只有九百多票他是反对呃呃这一千多票是反对谴责 廖中来的而九百多票是坚持可以谴责廖中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选票 让蔡西利是心里不打不打鼓的就要让心理让蔡西利心里是很呃 既难受又又又很怀疑但是但是又很不确定的一个态度 因为他也不现在不能确定具体在党内支持他的人数是多少 如果按照这个比比数来算呢那么一千多票是廖中来这方面的 他对于在12月如果他自己上位的话他支持他的选票 他是不固定的他没有就是有完全百分之百的信息赢得廖中 赢赢赢赢就是赢得这个职位马化总会长的这个职位 像刚才你说的九百多票是蔡西利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一旦一千多票里面是一个比较不稳定性的 因为呢可能一部分会投料中来以为是基于啊同情票 或者等等觉得这个是正在比较呃比较呃觉得说同情票中来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票呢可能是两边摇摆不定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蔡西利他也不太敢轻举妄动 因为如果说这样子还表示他还有一定的风险 他宁愿走另外一个安全牌 嗯因为如果是安如果是他想不冒这个风险 不知道他冒不冒这个风险了 如果是他呃不冒这个风险的话 他把位让给别人 最近党内有一些传言说的是翁炎配 就是翁是翁诗杰 颜是严炳寿 翁诗杰当总会长 严炳寿当熟理总会长 那么推蔡希丽的儿子是蔡志勇当总秘书 如果蔡志勇能够获得总秘书的这个职位的话呢 他蔡志勇也很有可能会得到交通部部长这个职位 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其实也不为过了 或者蔡希丽他如果想这么做 他也是可以的 这是两个选择 他自己看怎么选择 但我们看就廖钟来最近呢 他也是心里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如果是他进去了 他也能够看到一招 就是如果是蔡希丽真的自己不上位的话 交给别人上位 交给翁世杰上位 翁世杰肯定是有很大把握的了 因为翁世杰本身他的铁票有300票左右 当然的一个铁票区 另外再加上蔡希丽900多票的铁票去 达到1200多票的这样的铁票 肯定翁世杰是能够上位的战胜 廖钟来 但是廖钟来也怕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最近跟党中央 就跟巫统拉的比较近一些 你看在巫统党选 他都是坐在身边的 昨天那个在生爱日貌的补雪那边 头摆了 就看到说是慕尤丁跟跟小朋友 然后在后面廖钟来就笑得非常开心 也上镜了这样子 真的是廖钟来就是很努力的靠拢 对 你看廖钟来不仅他自己 他身后的有 我为家想当时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是周美芬吧 好像是他妇女组的这些人员 都是跟着他去做为巫统做这个补选 做拉票的工作 他这样现在与巫统这样的拉距离要靠冷 其实他也知道巫统他很不喜欢翁世杰上位的 如果他这样跟巫统拉近乎的话 那么是不是巫统可以决定马华中央的党选的最后 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决定权是在巫统呢 这也说不准 所以最后我还得看一下 是不是猜惜力更有能力 还是还是还是廖钟来更有权 还跟更更有斡旋的能力 还是巫统最后是老大 这需要看最后的当选的一个过程 实在之前也是有在说到翁翁延配的时候呢 我那个严秉说也没有做回应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暗示呢 别说舍不得 各国家的人民素质有赖于资讯的真实度与开放度 也取决于国家的教育政策 请坚定你的信仰 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教育学博士张欣 联联灯头 我是恩慈 自由高招 我是颜颜 感谢你继续留守天马行空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些国外的新闻 还有提到了就是马华 那看到马华里面党内的一些状况呢 就会让我们再另外想到了 刚刚也提到说在孙爱玉帽那边又有派藏股的状况 也就是让一些华小有的拨款 昨天也提到我们就是跟进的补选 因为在星期一吧 就在下周一 他补选的补选日就开始投票了 因为最近呢 国阵的唐衣裹着的炮弹 应该不是唐衣裹着的炮弹 很多银弹呢 就攻势 就袭击了这个选区啊 就双息礼貌的周选区 但是 同时呢 他国阵这样的一个局势呢 伊党其实他内心也是在打鼓的 他也对这次补选说 其实他也相信华裔呢 他不会就是领国阵的这个大红包的情的 他相信的华裔会很明智的 依然会投票给伊斯兰党的 但是很多现场的一些通过一些采访的 华裔的一些采访 华人但表现的也不同样的感受了 有些华人呢 就认为 认为穆克里兹 其实他也是很好的一个领袖 他有时候作为政治人物 他也是言不由衷的 就是针对华小拨款的课题 所以他也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证明是华有一部分 有这样的华人 他是同情国阵 或投情穆克里兹 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另外有一部分 有华人就说 我会很支持国阵的 至于支持伊斯兰党 不用提了 这样的一个口气这么说的 但是也有华人就说 因为他也说 前州的州议员是 阿兹战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曾经在我的茶餐室嘛 在我这里坐了很长时间 跟我谈了很多话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会继续支持伊斯兰党的 但也有些 不论是怎样了 大家的整体的状况 就感觉到了 既然505大选 他不能够改变现状 他不能够换政府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 我们还要生活 怎么样去生活 依然是支持民联盟 还是支持投选国阵的 如果是投选国阵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糖果的 我们可以 不仅是得到这225万令吉 以后也许州的一些措施 各方面是有利于华裔方面 选华裔 华裔族群的一些考量的 多考量给华裔族群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不免 无论是他这次双戏礼毛的 州议席的补选 华裔选票肯定是回流的 是像颜言提到 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像现在已经在这一次的大选 没有办法改朝换代 而且在这几个月 我们一路看下来 在政府方面的一些政策呢 都是在感觉是 回馈给那一些 投选给他们的族群 所以呢 我们也知道说 在国阵方面 就是我们的国阵政府呢 就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 而且很多时候就他们说了算 像你看这个拨款一拨就手很大方 就225万令吉的整个拨款啊 教育基金这方面就这样子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人脑的人性里面 还是有一部分 没有那么有骨气的 还是觉得说 哪里可以让我生活 其实人民想要的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生活好一点 可以政府更多的照顾 这个就是大家 普罗 就是人民的一个心声 所以如果看到这一次 在这个补学里面 就得到这些糖果 我觉得说 在这五年里面 反正也做不了什么 也改不了什么 那不如呢 就让国阵 让我们照顾我们 也许暂时我可以去 州一行吗 我可以支持国阵 因为毕竟以后 州的发展 你各方面华裔所需要 得到的照顾 都是国阵 你需要再照顾 其实明年也可以照顾 但是他没有资源 没有金钱上的资源 但是也许是在505之后 505之后 在下一届 14届大选的时候 也许华裔会认为 我州一行 我可以投国阵 但是如果14届大选 依然要改朝换代的话 那我还会依然支持明年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存在 同时呢 其实现在一党 他也有一些心 心里边也有一些心虚了 因为在505大选的时候 他们是多数票 是2000多票 昨天我看到新闻 一党现在 他的 马富兹 我记得是他的副主席 一党的副主席 马富兹 他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多数票 依然能够很乐观 维持在500票左右 也就从2000多票的多数票 下降 考虑到500多票 少了很多票 这样的一个预计 这次补选的预计 表明了一党 现在就是多多少少的选集 已经不像是505那样的乐观了 也许会赢 赢的 但是多数票不是很多 但也许也会输的 同时呢 他其实有一些真的 伊斯兰党的支持者 他是铁杆的支持者 因为有一些巫裔选民啊 在就这个选期 双膝礼毛的选区里 选区内啊 国阵他也派了很多钱 给巫裔选民 他这些巫裔选民 从国阵那里 获得了200令吉的援助金 但是其中的这些就选民啊 就是伊斯兰党的支持 铁杆选民呢 他就把其中把100令吉 用于捐献给伊斯兰党 成为竞选基金 也就是通过 这帮选民是通过国阵的手 把钱给伊斯兰党 是很真 也是值得让人 值得钦佩的一群人 其实也不愧 就是伊斯兰党 他的基层稳固度 真的是很高的 另外一方面 其实伊斯兰党 他们或者是说 行动党 他也派出了周一元 陈国耀也作为助选 在双戏礼毛 华人的助选区在助选嘛 他们也在实施一些 与众不同的方式 争取选票 争取选票的方式呢 就是他们骑脚踏车 在选区内向选民败票 沿途的途中 有很多民众都会围上来问啊 问一些情形 而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功效 民众呢 纷纷也就是被 被这些政党们 骑着脚踏车的车队所吸引着 所以像你刚刚提到说 把这个国阵的援助金 捐给伊斯兰党的精选基金 就让我想到505大选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就是从援助金那边 把它就捐给了名联的部分了 但是这个也出 也有许多的争议性了 不过当然 这个援助金给到谁的手上 他要怎么做是他的决定 但是为什么 像刚刚提到的说 国阵的这些糖果 会那么奏效呢 我想一部分呢 也是可以联想到的 就是国内的人的经济状况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 显示从首相署部长那边出来的 就我们的国家 每天平均有60人 60人破产 是每天呢 不是一个月还是什么 每天就有60个人破产 而在其中呢 年龄介于35岁到40岁之间的比例 是最高的 大概就是占了34.31% 它的截至9月呢 就是有16306人破产 破产的案件呢 是在逐年的增加 那么它破产的原因呢 它也说是说 其实呢 社会把申请破产 视为一种自我保护 在进行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 那么同时呢 就是首相署的部长南希呢 也指出希望大马的国民 能够适应这种文化 不希望人民只知道欠款 最最终逃避贷款的责任 我记得还是就是有一个破 如果说你是破产的话 那么国家好像是有一定的政策 来扶持这些破产的人 进行他们的资产重组 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一次是 马哈迪他在他的文章里 说过一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有些产业 他会破产 那么这些产业破产 在西方国家 如果破产就让他破产 他不会理他了 那么就失去 在这个社会上 破产的企业就会失去了 一席之地 那么很多相联系的很多的员工 他就会失去了 他们的职位和工作 他们的社会福利 就社会的一些 支持他们生活的一些 生活 应该说是生活的费用也会减少的 但是呢 但是呢 马哈迪就说 这种方式是不适合于 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运作的 如果一家公司你破产 你不进行扶植他的话 那么他会 他会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一个 不必很不良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对于破产的公司呢 他的原则是坚持要扶持破产的公司 用政府一定的资金 把它扶持起来 扶持起来之后 他不仅能够 以后会起到一定的社会 社会经济利益 同时他也会 在这个公司底下工作的员工们 他也不会面临着一些失业的 失业的困境 但是呢 也有一些 他也举例当时 其实西方的一些政界人士啊 他们如果说是一些小型的公司 他准备他破产就破产了 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 像我记得当时是花旗银行吧 他也面临着这样的资金充足问题 但是美国不能放弃花旗银行 因为毕竟花旗银行 他占美国的一些经济资本 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地位 所以说美国 美国在财政预算案 就破格啊 用一些啊 财政财政资金来扶持 花旗银行重组 进行资金重组 或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对于每一个国家 他对于重要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公司啊 他们都会以一种扶持的姿态 来避免一种破 经常性的破产事件发生 对于整个国家一个经济 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可以来从这个破产的案件中 看一看整个数据 就是说 通常是什么原因会被判入这个穷极 那最高的呢 是拖欠车贷 总共是占了26.11% 接下来的话是房贷 17.62% 所以我们从这个看起来 就是说 这两项东西 其实是大部分呢 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会先想要拥有的两个 我们说毕业工作 毕业出来开始工作 第一个我们想到就是车 先要买车子 那买了车子之后呢 就是想到可以结婚 可能就要想到房子 但是在这两个方面呢 是我们会感觉是最基本需要拥有的 但是确实很大部分人 是因为这两样 想要拥有的车子跟房子呢 而导致破产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跟现在出来 刚刚毕业出来工作的薪资有关 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这个能力 是否能够买得起车子 买得起什么样的车子 买起什么样的房子 所以可能这个在本身能够衡量跟均衡自己的理财的部分呢 可能要多做的多做一些学习 因为自从自从这整个暴穷局以来 整个所有被判入穷局的人事里面 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千 百分之二十八的人会寻求暴穷局的意见 所以可能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应该多去走出去看看说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财经的管理部分 那说到财经呢 就是目前呢 在我们知道我们的首相 纳吉呢 就去到了英国 去访英国 所以呢可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访访访问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商业跟投资 有什么样的机会跟钱呢 嗯他同时他他说他引用吧 纳吉引用英国的英国的就是他他应该是会 我记得他是在整个会见了英国的首相卡梅伦 那么他也引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看法 他说商业及投资或多或少会受到会受到卡梅伦英国首领的影响 如果卡梅伦这样的领袖对我国有正面的态度及看法的话 希望我们的投资者能够希望他们的投资者就英国的投资者能够接受 但同时其实我也有一个不明显一个小插曲了 在纳吉访问英国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就是在外面示威 这些人示威的人他不是大马人 他是英国人 英国人就举着牌子在示威呢 示威就是说他们就是要要讨钱 因为当时他们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企业吧 他们最一个是应该是通讯多媒体方面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当时的英国这方面有一些投资人呢 投资了一些钱在这个项目上 当时是前财政部长 我不知道是谁了 他说前财政部长呢 就收了他们1200万令吉的费用 作为购买通讯设备的一些费用资金 但是到最后呢 好像项目也没有什么成果 但是这1200万令吉也没归还给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在纳吉访问之后呢 他们就在外面再示威 说还我们1200万令吉 而且他们在这个期间 在之前的这个期间段呢 他们也会上诉啊 争取一些权益 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所以伊斯纳奇去了 他想让纳吉呢 听到他们的声音 为他们讨回这1200万令吉的钱款 他当时也 这个消息也是在另外一个媒体在报道了 那么报道的时候呢 也也这些 他他也询问这些投资者 就是这些英国人 他说我们我们以后呢 就是我会告诉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不要去马来西亚投资了 他们竞骗人 所以这样的 他们也许听着是一种负面的效果 对比着纳吉今天所说的话 就是如果英国的领袖们 对我国有正面的看法的话 希望他们的投资者呢 能够继续接受我们的投 就带来我们国家进行投资 所以双面双方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要看看说投资 这到底是比较轻信难以变了 那让我觉得看起来 我觉得挺开心的 就是有一个重点 这边说到 卡梅伦呢 他有把大马视为最新科技公司的一个投资地点 我们之前就说了 在我们国家 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先进国的话 就不能只是靠劳力的部分在运作 最重要是可以跟得上整个科技的发展进 发展进程 这样子呢 才能够有可能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提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 是可以有更多的生产力 所以在这一方面 如果说可以在科技公司的这边有更多的投资呢 也是一个相当乐观的一个局面 而且那我们的首相呢 他也是在希望可以多鼓励 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呢 有跟20位马来西亚的专业人士见面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反应大马现况的一些人士 但是他觉得说 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回到马来西亚 以把他们这一方面的专才 就他们专业的部分呢 发展马来西亚 他最后呢 他在与卡梅伦谈论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也谈到了中东的课题 首先特别的是提到了中东的课题 因为也知道在马来西亚 他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对于中东问题的看法 当然是英国首相所关注的 这是一个课题 另外呢 双方也同意在2016年达到261令吉的双方贸易额 他也是通过想通过这种互信互利 或者是说这种贸易额的增加来增加两国的这种关系 那么增加两国的关系 如果贸易额越多 他的绑的就是越紧 越紧之后呢 其实英国的这些意见啊 或者是说一些看法会直接影响到 马来西亚的纳吉 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纳吉的一个 对于以后政局啊 或者以后经济方面的 经济方面决策的一个指向 有一定方面有一定的一个指向标了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属于在这个方面呢 是会带来一些国际上的关注 因为马来西亚跟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不是有谈到说 马来西亚也大马的这个美国大使馆 在马来西亚的美国大使馆 有被设了一个监听站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或许呢 也可以有两从两种角度来看呢 就是一部分会说是为了要了解 就是监听马来西亚的状况 另外一个呢 可能监听行动是可以从反口的角度去出发的 这项意见呢 昨天记得说就问了美国的大使 他说问在马来西亚顺利监听 有没有这样一回事 那么当时美国大使回应说 这不是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我无法回答 今天呢 美国大使他就回应了 他说应该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确实设在美国大使馆内 但是这样的一个监听事件 是为了反恐 是为了应该是 他用另外一种语言 就是为了反恐 为了保护马来西亚 整个国家的安全 他这样的话语 其实也在西班牙那方面也能听到 说美国的重业也是这么说的 是我们为了反恐 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地域安全 但是这样的提出 他已经做回答之后 外交部在马来西亚的外交部 在这个课题上正与国内的相关的单位合作 说一旦掌握了充足的证据 外交部就采取行动 具体是什么样的充足的证据 也不知道 因为他确实是有监听的一个设备 在大使馆 驻马大使馆 美国驻马大使馆 但是具体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我也是在有疑问了 但外交部也保证 大马的安全和国家的主权 继续成为政府的首要议程 但对此态度 其实安华也有意见了 他说 纳吉有点太软弱了 如果这样的监听事件发生的话 应该严重的与美国交涉 你知道在我国设立监听 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符合国际信任关系的 其中安华 他也举例了西班牙和巴西 西班牙 他直接就发现监听事件之后 西班牙直接进行抗议和交涉了 那么巴西 原来巴西总统需要到美国进行访问 但是巴西总统知道 美国窃听他国家的内部机构的一些事情之后 巴西总统他也取消了对美的访问 所以现在就说到纳吉 说纳吉应该采取一个严厉的态度 强硬的态度对待这起事件 就因为他毕竟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立场 不管是保护这个说法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船可载舟亦可覆舟 到底他现在说是保护你 但可能反够生来的时候呢 就是拿来对付你的一个武器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星期内就发生了保安人员自己打抢自己店的案件了 之前是看到是在一间银行 就是保安人员就枪杀了其中一位职员 并且抢走了银行里面的钱 那在昨天又发生另外一起是在珠宝店 保安人员就亮枪 因为我们知道保安在京店的保安人员都是有枪的 他就把亮枪对着在在保就是这个职员了 就说要把他们正在正在拿出来的一些金条 就把它全部都抢走了 总共是大约有十万令吉的金士 那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始觉得说 之前就觉得整个治安很不好 所以呢我们就要请保安人员 之前我忘记了哪个部长 他也说的话就说你就自己请保安人员吧 就是就算是妈妈当都好 自己请保安人员 那现在请了保安人员 结果这些保安人员也不一定安 也不一定安全 就是他们转个身 可能就会对这个店做了一些伤害的事情了 保安人员 说到保安人员 其实最近保安人员说的也挺多的 因为也也 我记得前几天 内政部长阿玛寨西他也查了很多 全国我记得有20个地区的6000多名 还是2000多名 检查了保安人员的一些身份证件 其中就检查出两人 他是非法证件 在做保安拘留 在以假的身份 在做这样的一个职位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员呢 他们是都是代班的 就很多是代班的 这让内政部也很怀疑 其实自从发生了那次保安人员 在银行协助抢劫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内政部 内政部他也是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进行保安 对保安人员在全国进行排查 保安人员 其实不免有想到警察的角色 警察的角色有时候让人看起来 他是一个政府角色呢 还是保护人民的角色 还是为了开发商来欺负人民的角色 这是很难理解的 会让民众会想起警察是干嘛的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吗 还是为了开发商 为了一些假如我要拆迁 那么警察人开发商 就带着警察人员就过来了 防止一些阻止拆迁的民众们 抗议示威这样的活动 最近呢在客家村 就也发生了这起事件 因为客家村呢 也是一直就是需要 有一些人士啊 需要保留客家村 百年的客家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同时呢 昨天开发商呢 就带领一些警察来拆 拆客家村的一些房屋 但是 但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国会议员呢 还有州议员呢 还有社会主义党的一些党员呢 他们在场和组织群众 进行抗议示威 阻止政府以及开发商 对客家村的拆迁行动 其中 但是也没阻止得了啊 该拆还是拆 当时警察呢 就排除一切万难 把很多人都抓不起来了 抓捕了一共19个人 这19个人呢 包括行动党的几个人 我记得有陆照福 有陆照福啊 还有其他的几位 还有社会主义党的几位人士 还有一个社运 社运的一些人士 也被抓捕起来了 但是这场一场事件 我看当时的现场啊 其实有些民众呢 他们是在 感觉好像是不是那么太强烈 整个保卫自己家园的那种情绪 不是很强烈 因为好像就看着几个人在那说 你不能拆 你不能拆 但是好像其他人都站在旁边看 不知道因为如果是一个 这样的一种形象 会让人感受到 就是你看这19人 他被捕 他也是分批被捕的 一开始被捕6名 接下来被捕7名 最后再被捕几名 是分批被捕的 所以如果是当时 我们不妨考虑到一个社会的效益问题 就是社会运动的一个成果问题 有这个社会运动 它是一个好的成果 那么这个好的成果它是否有一定的功效呢 其实结果这几个人也是被抓了 而且也没阻挡 没有阻挡住开发商进行拆迁行动 当时已经拆了 接近15间到20间的房屋已经被拆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不不妨可以反思一下 现在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基层组织的 或者其他政党组织 这些社会运动 为了一些保存穀物 为了一些绿色环保 这些社会运动 它的成果和它的成效究竟在哪里 它是否有一定的功效阻止政府 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像是很多现在很多的社会运动 它依然在进行着 但是好像政府根本就没有把它当在眼里 当在眼里 当做把它放在眼里 所以说你该怎么样 你反你就反 但是最后我该拆还是拆 你反莱纳斯你好 但是我该进行还是进行 所以好像是整个的社会运动 没有起到怎样的一个效果 需要我们更重新的探讨一下 社会运动就要能够产生怎样的效果 或者不妨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黄德呢 它在就是举行这个绿色环保 百名签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 一个绿色环保的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 它是产生了一个效果了吗 好像现在也没看到黄德的任何的新闻 这一百万的签名也送到哪了 好像是也没有一个反应 所以说你在独立广场坚持了 一共是一个月多的时间 对吧 风吹日晒的也是够辛苦的 你看到黄德也是被晒黑了 那么你赢得来的一百万的签名 它值不值呢 到最后产生了一个效果没有 对你在这一个月的付诸 有没有回报 所以这样的也许如果建议黄德 可以就是日夜坚守 带领他的团队日夜坚守 不离不弃 依然在那助手着 或者说以绝食来抗争政府的一些 这样对于你不理睬的一些措施 也许政府会关注你 你绝食会闹出人命 闹出人命那是政府的责任 也许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也许政府会关注你 所以可以 就这是一个假设了 我们可以探讨以后的社会运动 它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出现 能够有力的震慑住政府 能够让政府有这个心情 或因为你的社会运动而让政府做出一些改变